第四場 耳班1600米 亦可以視乎3T的場合 我覺得這組挺混亂的 混亂得來因為有多馬鹹 所以都要秤一下它 另外在賽積或排面方面 應該都會集中在幾匹馬身上 其中一個遊戲、秩序的雙頭 或是安期三匹馬身上 另外嘉應之星今次購買田草 上一次菊草都賣到這麼熱 今次都可能會繼續有捧場 不過我首選方面 拼了一隻雄運戰士 估計這隻也有分頭 雖然田草1600米 未跑過 但今季我們去統計資料方面 他在菊草1650甚至1800米 表現是不差的 我相信上一場 甚至乎打給正本利和預賽 能力未足夠之餘 似乎2000米的能力未必那麼強 看看上一次打給正本利和預賽 這次3月17日 一再說裡面的場地不太好 兼這場的步速其實相對較慢 所以剩下了一度 互相纏繞的嘉應之星 和預算大人 外面追得好的 天滿意 拿了3位 步速不利追的夏威夷當然厲害 底場有用力 其實一樣是虧了步速的好好馬 再出都可以再上名 而這隻雄運戰士捐在內蕩 看到他直路 他都是老位不暢順 前面就是協霸神居 這裡有少許望空 一路踩著圓蘭的雄運戰士 到這裡未未正式望空 看見史祥峰看著前面的牆 好,200米收慢 再移出來 阿拉斯這幾步追上來 只看在隔壁的協霸神居 和好馬來計 好馬當然的勢力也夠強 其實孔運戰士 都是有持續的 再看一次 就是這裡 到了200米 大家衝人完 之後 孔運戰士再要收慢 移出來 那一移出來 可能那個場地沒有之前 裡面更加難一點的情況 之後 他就馬上交到追勢回來了 所以相對於衝順勢的好馬 其實我覺得他的優勢不下於你 今次下回到1600米 他近兩場當回一回氣 他對舊馬的煽路光輝 例如Siri的自在 文藝學家 那些勁歌儀 他也是有一定的實力 跟你看過 雖然牌面上 可能沒有紛紛遊戲 和智翠雙頭的 田草職那麼多 但是今次 他成為半藍門 那六檔 未必說一定太差 可以留在 爺馬時間的前列位置 如果你近期 紛紛又去智翠雙頭 這些哭得多的話 一來一回 次少比將 雄運戰士可能賺回體力差 所以 拼一拼他 有些分頭 而第二選 選了四日晚的安琪 雖然他這個路程 跑過一次就輸了 我們看看 右上那裏 現在就是全部賽職 看看他一次同情的時間 當時7月15日 就是上季未殺科 三班跑黏地 當日 他也跑到氣管有血 我們放大鏡 可以看看他的 氣管有血 又脫了提鐵 而當日 電腦二號美麗寶寶 就懸難放 他一早已經在尾 根本就反文忽術 很難追上來 現在 亦轉了去大魔馬房 第一次 就在季內 跑1600米 而前一次賽事 我剛才說過 3月17日 沒有哪幾匹馬 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回到 當日是四隻 他是其中之一 他是爺馬 同一隻 春花秋元 而上一次 5-4-6 3-31 那場 雖然這場的步速 前後 都不太快 都是偏慢 但安琦 他是 揹頭榜 兼 如果你看整組馬 頭六名的馬匹 有五匹都是後上 例如 慈耀峰 正益球晶 錶企 甚至黃龍大將 都是後上 前戰馬 裡面算 他算頂得很久 相比起 勁毛比 也有近跡馬匹 都散了 所以 他上一場賽事也是好 安智系 你近期看到安琦 都一直承著勇 似乎 轉仓馬真的不和你保留 用完 就可以判一批新 看看安琦 最後是否憑勇 之下 找密道朗 以往也有 跟大王合作贏過馬 看看是否過後 都給他一隻好 而第三選 九馬奔分遊戲 上一場 他也是受惠於磅數下 丁堡馬頭 硬贏的自罪雙頭 兩隻馬是有用力的 因為後面那堆的威信 甚至昨天推出的羽龍共舞 再推出都不太行 我擔心 在上一場 是否就是 鬥慢鬥爆一段 之後 紛紛遊戲和自罪雙頭 就更加好 不過紛紛遊戲 今次的磅磅 也有優勢 相比自罪雙頭 所以兩隻馬比較之下 我只要做紛紛遊戲 而第四選 血霸神區 近幾場 亦可能是跑四水下列賽 不太好 而且千八二千 真的充胃不太強 但是反之而 1月27日 他跑回千六 他是怕著天滿 一起掌握上來 會不會千六 就是季內 和二千 和紅運戰士一樣 大家不盡 所以縮回來 可能會有些優勢 如果場地偏化 可能更加幫助 這隻血霸神區 去貴出 贏勝利仔 那場地 就很眼君君了 看看這隻血霸神區 上一場無疑 就沒有紅運戰士衝得那麼好 所以我就退回第四選 而第四選 其他選擇 就是薄薄的 布蘭門 抽馬的紅運戰士 四號安期 九號的紛紛遊戲 和八號協霸神區 拜拜 拜拜